親朋友未到就先拍了Opening 現在時間是7月6日 身處銅鑼灣 有想過不要再拍片 因為始終國安法都出了 但是Life still go on 吃飯都犯法嗎 但就不會再說明是拍甚麼店 都是說一句 李洞 那今天會去吃些甚麼呢 這個跟日本一樣是玩自動售賣機的 不過它是現代化一點 那就讓我聲音導航一下 現在大家看到就是餐廳內幕的環境 那今天就和朋友吃了這個蟹子沙 不是...小龍花沙 不好意思 那我自己就叫了一個傳統的豚骨拉麵 還有我朋友叫了這個蝦豚骨拉麵 那我們還叫了一個餃子 因為它的餐廳比較小 所以免得在餐廳內要說話 所以就出來先說這個蝦豚骨 那認真說 在香港十之八九的拉麵店 我也覺得湯凍是很有問題的 其實我沒有吃的就是國花入國 但是湯凍真的是一個死罪來的 而根據蘋果之前再製造的Vison之後 它也終於把湯的溫度連做重點 所以這次的湯是很久遠的 但是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我覺得它的餐廳比較小 不過可能我太胖了 其實日本的拉麵店 都是一樣的大小 但是冷氣不夠冷 我吃得很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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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間餐廳在我們附近的話 我都會願意大家去吃 因為它上菜都比較快 所以吃午餐也是不錯 值得支持一下 有沒有發現背音有點奇怪呢 因為剛才影片的錄音又有問題 所以剛才是聲音導航了 這次影片呢 認真說過 我都覺得拍得有點差 因為我心理上也有點迷惑 誰會拍什麼呢 要不怎樣拍呢 會不會被人拘捕呢 但是很多朋友都覺得我 那暫時沒有法例規定 不准你拍東西吃好的嘛 我喜歡吃它的 比動量 那我拍的暫時都沒辦法 就不要被自己白色好掉它 其實已經很多東西白色好 很多東西已經不夠難說了 唯有說一些最少 現在都還說到的了 那今天來到這裡 我一定會繼續看我喜歡吃的店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多謝大家